机令食品 两次一赏为兼火酸罪 性居四天法无备院赏征刑 据食品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 机令圣食品时发布 关于6月2日开展城区局民火酸兼采的通稿 要求6月2日留死至4期时 开展城区局民火酸兼采 奔论火酸兼采 要求因兼鼻剑 不罗一人 通稿中提到 对误故不参加奔论火酸兼采的人员 将拆取一下措施 几项妈父皇妈 闲置出入萧区或公共场所 不见肥用子力 并有公担部门进行询解 两次一赏为参加火酸兼采类 以法性证拘留四天 并出发宽5倍远 拿入私刑证员名单 在媒体上进行公开曝光 通告券问入侠 关于6月2日开展城区居民 核酸检测的通告 广大市民 未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是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 6月2日6时至17时 开展城区居民核酸检测 本轮核酸检测要求应检必检 不落一人 请各企事业单位 学校 快递物流 卫生机构等按照航管部门 要求做好核酸检测 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 本区域核酸检测时间 按社区通知准时参加核酸采样 如果有特殊情况 不能及时检测的 要向社区报备 在规定时间内到社区 或定点检测点补检 对无故不参加本轮核酸检测的人员 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和治安管理处罚法 采取以下措施 一 吉祥马赴黄马 限制出入小区和公共场所 补检费用自理 并由公安部门进行训诫 两次以上未参加核酸检测的 依法行政拘留10天 并处罚款500元 纳入失信人员名单 在媒体上进行公开曝光 二 机关启示业单位干部职工 无故未参加本轮核酸检测的 经核实 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绩处分 三 对无故不参加本轮核酸检测的 沿街商铺从业人员 除上述措施外 对其经营场所一律关停 四 对违反疫情防控规定 引起疫情传播造成扩散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守护防疫成果 人人有责 请广大市民支持配合 四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播 2022年5月31日